又在甩鍋 又在卸責 抄前部署根本就是懦後 連抄襲部署都不會 每天在報數字 你完全沒有人性 你完全沒有感受到 老百姓的一些遺憾跟痛苦嗎 說穿了 這個陳時中真的是一個鋼化王 到底他怎麼刷下來 大家可以不要聽他 每天鋼化你很偏 安恩爸爸質疑說 就1922延宕了通報的時程 那麼陳時中就辯解說 1922根本沒有全線調度19 好啦 問題是19的通報流程 後來不是發現說 他要不斷的打電話 去請示衛生局嗎 這個SOP不也是你中央訂定的嗎 那你不是可以調整你的SOP 來因應作為嗎 那麼醫師王仁賢就指出 當年SARS的時候 就已經建立了 這個傳染病防治醫療網 中央成立疫情指揮中心的時候 就會自動啟動 而且新冠肺炎屬於第五類傳染病 確診要使用專責病房 那衛福部的這個傳染病防治醫療網 就是唯一一個可以有權限 跨區調動專責病床 和救護車的平台 那新冠急診第一時間 應該要打電話給1922 因為要由1922 來向醫療網來請求病床 不是嗎 好 現在陳時中把責任 不但全部推給了地方的消防局 而且還現在說是因為1922是 民間在經營的 所以就跟中央沒有關係了嗎 這到底是想刻意甩鍋呢 還是說他兩年多來 根本沒有搞清楚 到底這個調度跟通報的流程 是什麼呢 易华委員 真的是又在甩鍋又在卸責了 最近大家才記得這個火化之亂 他說24小時之內 這不是我說的 大家就拿出一堆證據 就是你規定這樣 結果你就一直在卸責 現在又發現這件事情 更是沒肩膀 1922大家知道 三年花了我們多少錢 大家知道嗎 5億3千多萬 然後人手我們也記得 起碼300多人 當初就是因應這個COVID-19 我們給了他那麼多的特別預算 讓他去擴增這些線 這些你但是找民間來合作 但是就是你衛福部外包 但是就是你要負責 所以當時大家都知道 所有的電話都要打1922 甚至你到了地方 那時候接到 因為是串定防治法規定 所有你也必須要通報到衛福部去 所以1922接了電話 這樣143分鐘 真的我們最近也因為恩爸爸 這樣的一個不斷的追究 然後也得知說 原來要143分鐘 才到了他這個北區的中心 再加上那個時候 我們得知很多 就打了1922說 然後他問說你在哪一個縣市 然後說我在新北市 就請他打到新北市去 那請問我們叫1922做什麼呢 今天1922給你那麼多幾百條線 就希望到了你那邊 就是一個統一的中心嘛 你要跟地方或是說你這邊接了線 接了案子 如果說今天是外包廠商 那你的SOP也是應該要往衛福部 或是往到哪一個地方去統整這些案子 然後之後你一樣的再分到地方 趕快的這樣子去運作 當時的機制是中央集權的 是因為後來包括恩爸 包括基隆的這兩歲的這個孩子 才把權力下放到地方 所以可能時間有點久了 民眾也有點忘記了 可是大家應該記得以前是中央一把抓 而且那個時候我還記得還有一個 很可惡的是 那時候因為我們還沒有疫苗 所以中央一直在宣導說 孩子不會重症 我覺得這是一個 現在聽起來也是非常糟 很可惡的一個宣傳 就是因為讓大家覺得 孩子都不會重症 所以變成我們對孩子的時候 就特別的輕忽 其實在國際上來講 我們就一直說你的超前部署 根本就是落後 連抄襲部署都不會 當全球在今年一月都在討論 孩子很容易染重症 會有什麼狀況的時候 就因為沒有疫苗 告訴大家說孩子不會重症 這導致因為要用多少孩子的性命 才換得現在 不管說是疫苗也好 綠色通道也好 可是我覺得現在最不能夠接受的是 你就只有甩鍋給地方 就跟你火化性 甩鍋給醫護人 甩鍋給殯葬人員 你就只會甩鍋 還說這外包沒關係 跟他無關 還說這個電話很多 但我們知道電話很多 要不然為什麼給你5億多 當然知道電話多 可是你如果中央都沒辦法處理的時候 地方更是人手忙不過來的時候 中間就少了這樣的一個 統整的聯繫 而造成這樣的憾事 最愛是希望 該負責的 應該就叫誠懇的道歉 不要這時候好像都跟他無關 這是讓我們最無法接受 就是沒有一個同理心 感覺冷血 我覺得這是民眾最無法接受的態度 因為每條性命都很重要 好 另外一個話題很多人關心的是 輿論都質疑 為什麼新加坡就可以幫王者守靈三天 台灣就不行呢 陳時中說這個有難度 24小時要火化沒有錯是對的 但是郭正亮指出 其實聯合國2020年就頒布了確診 冰葬指引 不但沒有規定 24小時之內火化 而且還可以瞻仰儀容 只規定說如果你要是碰到了遺體 那要用酒精洗手 郭正亮也說去年六月 舊家屬跪著目送確診的父親遺體被送走 他對這張照片印象非常深刻 他不相信指揮中心沒有一個人看到 這張照片 好 蔡政府整天喊著要進聯合國 要進WHO不是嗎 結果直接不甩聯合國和WHO的指引 我們逆世界潮流 經濟部長王美花不是說 台灣要融入國際社會 就要合乎國際標準嗎 這是為了萊豬講的 所以我們要請教一下我們的蔡委員 還是說像柯文哲講的 這個讓衛福部長來當總指揮 就是政府犯下的大戰略最大的錯誤 沒有 最近就是我們的指揮官 我想坐在指揮台上面 講了兩年多的記者會 大家都覺得他是一個幹話王 我有一次在一個節目裡頭說 他不只是一個幹話王 都很想揍他 他這樣講話就會讓人家想揍他 你知道嗎 就是他講過的話 常常變來變去 變來變去 其實這個24小時火化這件事情 大概有明文規定 我們就是拿CDC的明文規定來講 因為新冠肺炎 它被列為第五類的傳染病 第五類 我國在第五類的傳染病裡頭 譬如說大家比較熟悉的 過去2003年的SARS 後來MERS 就是中東嚴重呼吸道的症候群 或者是大家曾經比較熟悉的Epora病毒 這通常都被列為第五類的傳染病 不過大家比較不熟悉的時候 其實就是到了進入秋天 就很容易得到的A型的流感 事實上他還是第五類的 對被列為第五類 那他也是要20小時通報的 但是他如果不信染疫死亡的話 剛講的那些很多的 都要在20小時內 他是規定要火化或者是 報請主管單位深埋 就是你要土葬的話 但是這個 果然我們去看CDC上面 確實是新冠肺炎 他只說要盡速處理 所以過去兩年半來 我覺得很多的敵方政府跟殯葬業 大家覺得說儘快處理 因為其實他後面有彈數 過去在他們指揮台上面 每個人都講說 因為他是染疫死亡 所以他身上有足以傳染的病毒 所以其實要儘快處理 儘快處理 大家都會覺得你20小時通報 那當然就會 大家就會覺得說 那就是要20小時要趕快的來火花 而且也就不讓家屬去看了 為什麼 因為他身上有病毒 大家會覺得說 身上有病毒 不要再去傳染給悲人 不過WHO最近這一兩天 大家就會來看說 他是事實上是可以 根據各國的民俗 他可以來 不一定要20小時火花 你可以沾揚遺龍 或者是有很多地方的民族性 或宗教性 他還是要有做一些儀式的 那大家就會覺得說 只有你台灣最沒人性嗎 所以大家覺得說 你陳時中每天在報數字 你完全沒有人性 你完全沒有感受到老百姓的一些遺憾跟痛苦嗎 很多人就是父母親突然間死亡了 然後就把他錄鏈了 然後就火化了 然後從遠處回來的小孩子 根本連看都沒看到這樣一個機會 甚至頭都沒有拔掉 還在手上就送進去火化 對 就是那錄鏈帶 然後就是還兩層 他的理由就是說 怕裡頭的病毒會傳染給悲人 那一開始講 大家都會覺得很恐怖 大家都會覺得接受 可是有一天怎麼會發現說 你的CDC裡頭 他說我都從來沒有講過 要20小時火化 那最近又說火化是沒有錯的 為什麼 因為當他說他沒有講過20小時要火化這件事情的時候 地方政府就開始說 那有很多的家屬就覺得說 我需要來辦一些儀式 或者我需要來沾養這樣的遺容的時候 像台北市的黃山副市長就說 那我們要來研議這些遺體 是不是要暫存在某些地方 但是暫存的時候 這個指揮中心又覺得說 他身上有很多的病菌怎麼辦 所以他才會說20小時火化 也是沒有錯 說穿了這個陳時中真的是一個鋼化王 到底他怎麼刷下來 大家可以不要聽他每天鋼化臉片 要來科普一下 這個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不會感染也不會影響到你的皮膚 所以小朋友孕婦也適用 萬萬水神不傷人體 適合長時間多頻率的使用 如果不夠用的話 可以乾脆把生成精 買回家自己來使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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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